法官阅卷完毕,积压庭开庭 在法庭旁听的媒体记者转述说 陈水扁准备了详细的笔记,显然有备而来 并且在庭上一直滔滔不绝为自己做无罪辩驳 从公募基要费一直讲到龙坛案 由于陈述时间过于冗长,还遭到何以婷出言制止 陈水扁为了自由最后提出多项配合条件 向法官表示,可以直接将其软禁在家 可以限制会面的对象,参加活动的范围等 至于有逃亡的嫌疑,他也表示可以把护照注销 甚至可以接受佩戴电子脚料 经过近五个多小时的审理 高院以仍有逃亡的可能,并仍有隐匿巨额资金 裁定将陈水扁延压至11月25号 陈水扁是在2008年11月12号首度遭到积压 12月12号遭到起诉 13号和18号曾两度被裁定无保释放 2008年12月30号再度遭到积压 迄今陈水扁已经被关押了302天 虽然陈水扁在庭上多次痛批 检方是欺人太甚 不过也罕见的主动向法官提出多项的替代方案 那么十分低姿态的恳求法官放他回家来好好打官司 不过结果显然令他十分的失望 那么他的情绪似乎大受打击 是所谓的走得进去是躺得出来 采取了一连串的消极的动作来抗议 请按摩了 听到又要被继续积压三个月 陈水扁当场瘫软在被告席上 表示不舒服 法警赶紧叫来救护人员替他做检查 由于陈水扁的各项身体指标都正常 和议庭决定陈水扁不送医 直接还押看守所 陈水扁为了表达对裁定的不满 拒绝在笔录上签字 不过法院表示 就算没有当事人的签名 笔录仍然有效 晚上11点多 陈水扁被救护车送回台北看守所 由于陈水扁紧闭双眼 对于医护人员的询问都没有响应 索方直接将他送到医务室 直到凌晨0点20分才回到监设 台北看守所表示 为了防止意外 将继续对陈水扁进行医疗观察 并会加强介护 这个裁定的结果出来之后 其实除了部分停扁的民众 一度情绪激动 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 民进党的反应到目前为止 只是表示遗憾 还有就是支持陈水扁抗告 但看不出会有什么大的动作 不过他们将会表示 继续紧盯大法官 对于议审过程中 中途换法官是否违法 要尽快做出司法解释 至于外传昨天晚上 三名法官是以2比1 做出这个裁定 陈水扁的决定